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开心能够再一次在《现代人的希望》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相会了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家美 杨柳的杨 曾家的家 美丽的美 每一个认识耶稣的生命故事都是非常精彩的 胜过了电视的连续剧以及电影的精彩剧情 怎么说呢 因为创造天地伟大的神 他是优秀奇妙的导演 他是永恒的主 他是智慧的神 当我们有限的生命连结于无限的神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眼界都得着了拓展 家美邀请到蔡牧师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回家系列六天 一连六天的分享 是不是您在心中也有一些感受呢 今天第六天 蔡牧师要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蔡牧师她平常参与教会的工作 除了教会的工作之外 蔡牧师也参与社区的工作 有婚姻与家庭 以及急难救助 还有学校义务的辅导 服务的人群广泛 相信您一定也收获颇多 每一次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讲员 其实他们的生命是首先被上帝改变 而他们来节目当中也愿意把这好消息 这样改变的力量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 也希望你能够经历这美好的福分 生命是影响生命的 盼望美好的生命能够带动更多生命的成长 这是家美的希望 我们先来聆听一首诗歌 歌名叫做《我真的想回家》 回家的感觉真好 希望你能体会得到 我真的想回家 回到可爱的家 回到母亲身边 享受温暖的感觉 我真的想回家 我真的想回家 回到可爱的家 回到父亲身边 享受温暖的感觉 从今以后我不再孤单 从今以后我不再流浪 回家的感觉 温暖的感觉 我爱上这样的家 拥抱一遍遍 拥抱一遍遍一遍遍温暖天空 我开始有了希望 拥抱一遍遍一遍遍温暖天空 我开始懂得歌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蔡牧师 在过去的五天当中 我借着圣经里 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 来和你分享回家的故事 今天我也要和你分享 另一个回家的故事 那是我自己的成长故事 在我人生成长的旅程当中 可以大概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 对信仰的体认也有不同 你或许也可以在这些故事当中 找到你自己 我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事实上到我已经是第五代了 我们家族当中 第一个信主的是我祖父的祖父 他早期是一个雕刻佛像的师父 当时又因为得了一场怪病 求助我们 后来因为到教会当中 经历到了上帝的医治 他就成为基督徒 并且他带领了全家 信了耶稣 我的父亲是一位牧师 他在孤儿院工作 所以我们家从小也是住在孤儿院的旁边 和这些孩子们一起成长 一起生活 我的祖父 他也是一个传道人 他负责关心的是一些麻风病人 他们住在被隔离的一个社区里面 而我记得我常常就陪着他 去拜访这些麻风病人 他们的样子虽然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在我小小的心灵当中 我看见的是祖父爱他们 陪同他们 所以对我而言 我也可以很自然地和他们相处 我的祖母 她在家里面开始开设一个教会 所以我可以说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 我记得小时候 就是坐在娃娃车里 就开始听故事 唱诗歌了 圣经的故事 我听的都能够背了 我一点也不怀疑上帝的存在 因为对我而言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我对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 也仅止于认识 他和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他只不过是摩西 挪亚 大魏的神吧 这样的信仰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就开始出了问题 中学阶段 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 最精彩的一个阶段 我功课好 人员家 在学校当中担任童子军的队长 合唱团的指挥 同时 我也在教会里面担任少年社团的干部 在家中当然也是听话的孩子 在老师 父母 甚至教会 牧师的眼中 我都是标准的乖乖牌 但是在长辈看不见的地方 我是什么都会做的 包括考试作弊 当然我大部分是帮别人的忙 打撞球 抽烟 喝酒 看黄色书刊 偷东西 只要是朋友们 要我一起做的 我都会做 只因为我是很够朋友的 当时候我最在意的 就是朋友 他们做什么 我都愿意一起去做 记得有一次 和另外两个朋友 到书店里面去 其中的一位朋友 他说他要 偷书 要我帮他 把风 帮他看着 没有想到 他竟然被抓到了 那个时候 我心里面很紧张 但是我什么都不敢说 这样的经验 在我心中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 在我中学 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的考试 我因为帮助别人 作弊 结果也被抓到了 当时候我的导师 他没有把我送到校方 去处理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狠狠地 用藤条 打了我石下屁股 他警戒我要 谨慎地交朋友 否则朋友会害了我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 基督徒的身份 对我而言 只不过是在周末 在教会当中 才会冠上的名字 我实际的生活 就像我先前 说到回家 这个故事当中的小儿子 我简直是在 浪费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进入了 第二个阶段 在我高中联考前 我K了两个月的书 考上了不错的高中 开学前的那个暑假 我去参加了 教会办的青少年夏令营 在那个夏令会当中 有一天晚上 当讲员 讲到我们都是罪人 我第一次 真正地深深地感受到 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就像是那个浪子 我在别人面前 表现得很好 可是实际上 我却是一个充满罪污的人 那天晚上 我真正地悔改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 我是怎么样走到台前 痛哭流泪 从那一天 就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我积极地参与 教会的服务 我在教会里面 教小朋友 做他们的老师 我也参与 我也参与教会里的 年轻人的工作 几乎把我所有的时间精神 都放在教会生活 和朋友的关系上 另一方面 我在学校当中 努力地 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希望可以有好的见证 我坚决地拒绝作弊 曾经有一位同学 在考英文的时候 希望我帮他的忙 但是我拒绝了他 这件事情 也让我们有好几天 不说话 我也不参加班上的活动 像是舞会或者交友 一方面 是因为在星期天 我一定要到教会 另一方面 我是自认 我不屑跟他们同流 何物 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 我的人际关系 越来越不好 我的功课 表现 也越来越不好 那时候的性格 好像渐渐变得 比较退缩 比较消极 当时候我还自认是 少年不是仇滋味 为父心词 强说仇 好像是我们那种 惯有的悲剧性格 还有一点孤方自赏 这个阶段的信仰 是建立在一种 工作的关系上 上帝对我而言 只不过是我努力 想要取悦的对象 我一直 凭着自己的力气 想要能够达到 基督徒生命的一种标准 可是一方面呢 我又受到 那个时候的 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每天老是想着 到底上帝存在不存在的 一些啥问题 我做基督徒 做得很辛苦 一点也不快乐 我想这个时候的我 就像 那个大儿子一样 第三阶段 我终于回家了 因着上帝的恩典 虽然我的努力 并不是很多 但是我顺利地 进入大学 那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学 在那样的大学的环境里面 我真是如鱼得水 享受在学校 基督徒在一起的生活 一直到大一下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大灾难 我失恋了 这个事件想起来 好像也没什么 可是对于当时候年少的我 真的是我生命当中的 一个大灾难 在那样的一个 困境当中 反而成了我信仰 突破的一个关键 虽然那个时候的痛苦 是不可言喻的 因为失恋对我而言 不但是失去了 一个疫情的关系 同时 我也失去了一位知己 一个信仰上面的依靠 甚至是当时候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正因为如此 我也惊觉到自己的信仰 是建立在人的关系上 我的神 在我生命当中的分量 竟然如此的轻微 而我所珍视的 只不过是一份短暂 容易改变的关系 感谢主耶稣 他虽然拿去了这份关系 可是他却用他自己来代替 他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从那个时候 我才真正的知道 原来神的爱 是永恒不变的 他陪我度过 最灰暗 最孤寂的一段路程 没有水的鱼儿 渐渐死亡 没有线的风筝 空中飘荡 没有他的生命 总是彷徨 他是现代人的希望 他是你我人生的方向 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好 我是蔡牧师 刚刚和你们分享的 我的生命故事 在我信仰的第三个阶段 我感觉自己终于是回家了 因为那个时候 在痛苦当中 我才真正的体会到 上帝的爱是那样的真实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是我的天父 他能够帮助我 度过那样的一个难关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 也许你现在正在面临 人生的困境 也许你也经验一个 很大的打击 可能你这个时候 也觉得你很孤单 没有人能够了解你的需要 你甚至投诉无门 不知道要向谁来倾诉 我要告诉你 天父能够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你可以向他 说你的需要 你可以把你的难处 都告诉他 我相信你也可以体会到 这样一层亲密的关系 在这个阶段 我在每天早晨 读圣经 祷告 我称它是一个约会的时光 我很享受这样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 我也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 交托给上帝 我相信 他能够引导我 前面的路程 我开始 在思想 到底我这一生 的目标是什么 我有我的专业 我有我学习的 机会 但是 我能够用我所学习的 来为他 做见证了 我所学习的这一切 将来是不是 可以被上帝来使用 所以我就 认真地开始 祷告 我问上帝 我前面的路 该怎么走 我求神 来带领我 我也愿意 把自己 交在他的手中 我对主说 我在这里 请你 拆遣我 使用我 只要你的时候到了 我愿意 用全部的时间 来服侍你 我愿意 一生 来跟随你 他听了我的祷告 在五年以后 上帝的召唤 临到我 我就 辞掉了工作 去念神学院 要学习 做一个牧师 上帝也同时 为我预备了一位 和我一起 同心学习 服侍的伴侣 现在回头一看 当时候 以为最痛苦的事情 却是成为 神最美的祝福 他给每一个人的 道路不一样 但是 他 必定是要 让我们 能够 与他建立一个 更深的关系 更真实的关系 就像回家的孩子 天父愿意我们 享受 和他同在 的美好 他也要给我们 更大的恩典 这个阶段 我才算是 真正的回家 当我回头 去看 虽然有痛苦 虽然 有不顺利的过程 但是 能够回家 真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是不是 也回家了 第四个阶段 学习 成为父亲 我现在 是一个 全时间的 传道人 我每天 仍在学习 过一个 和上帝 亲近的生活 事实上 基督徒的一生 绝对不是 一帆风顺 没有困境的 其实 在我们 成长的过程也好 我们人生的境遇里面 我们仍然 要面对 许多的风浪 但是我现在 也可以很肯定的说 我走的 一点也不苦 因为我知道 有天父 和我 同行 我也不需要 再靠自己的努力 去做一个基督徒 因为 天父的生命 会自然的 透过我们 流露出来 就像一个 活水的泉源 永流不绝 在教会当中 工作 会看到许多 不一样的人 他们有不同的需要 他们 有不同的目标 有些人 他面临 婚姻的失败 有些人 则是在 生病 病痛的当中 我常常 要帮助一些 戒毒的 酗酒的人 我也需要 陪伴 癌症的病人 在他们临终的过程当中 来安慰他们 有时候 我也要学习 面对别人 对我的误解 和过分的要求 可是往往 那个时候 我会告诉自己 我要学习 做一个父亲 父亲 要用 爱 来接纳 来帮助 来陪伴 每一个 需要的孩子 在这些过程当中 我很感谢上帝 让我有机会 参与在他们的成长 在他们的 需要上面 我可以陪他们 走一段 人生的道路 但是我知道 我自己 也不完全 事实上 我并不是 天生就懂得 去帮助人 刚才我说过 我也是经过了 一段学习的过程 我的个性 其实比较内向 退缩 我也很胆小 你们不知道 我 其实很怕 一些的事情 我里面有一些 莫名的恐惧 那个是因为 在小时候 曾经遭遇一些事情 所造成的 我常常做噩梦 我很怕黑暗 我很怕鬼 我很怕所有 跟死亡有关的事 可是上帝 他也很幽默 他为了帮助我 让我可以突破 除了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会借着诗歌 借着祷告 来给自己壮胆 每次走夜路的时候 我就要唱一唱诗歌 或者向上帝祷告 求他帮助我 一直到我后来做的牧师 很有趣的 也是 很不容易的 就是我必须 要面对一些 临终的病人 我要陪伴他们 一直到 他们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有时候 甚至要帮助家人 为这些过世的亲人 换衣服 擦拭身体 然后陪着他们 去到医院的太平间 殡仪馆 然后要为他们主持 整个安息的礼拜 所有的过程 上帝让我 必须要去面对 这些我所恐惧 所害怕的事 可是也借着 一次又一次的陪伴 一次又一次的安慰 上帝的话 也安慰了我自己 也鼓励了我 当我看到这些基督徒 他们 因着信仰的缘故 他们不害怕 面对死亡 他们能够用平安的心 来面临 人生在世上 最后的一段路程 我的心 也得到很大的鼓励 特别是 当我看到他们 临终的时候 每个人的面孔 总是那样的安详 带着平安 就像睡着的人一样 圣经上面 称这些 在耶稣基督里面过世的 都是睡了的人 因为 他们有永生的确据和盼望 他们知道他们将来要去哪里 他们的亲人虽然会难过 悲伤 但是却不会绝望 因为知道 有这样的信仰 我们每一个人 将来也都要回到天上的家 和天父在一起 也要和我们所爱的亲人 再相见 一次又一次 这样的过程 是一个重建的过程 也帮助我克服了 我心中的恐惧 现在我总是带着平安 去帮助这些人 陪伴这些需要的人 和他们在一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愿意也有这样的平安吗 回到天父的家中 不只是代表 将来 你可以有一个永恒的归宿 你现在 就可以享有这样的平安 你心中一切的恐惧 担忧 都可以被除去 如果你愿意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 你是赐平安的主 谢谢你让我这一生 有机会 认识你 回到天父的家中 成为你的儿女 甚至有机会 学习 做一个父亲 去爱 去关心 去帮助 更多 你的儿女 求你帮助 每一个愿意回家的 听众朋友 让我们 都成为 蒙爱的儿女 享有平安 也有永生的盼望 更是有力量 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 很高兴 可以和你分享 这些 生命的故事 我盼望 你在你这一生当中 也能够这样子的精彩 这样子的丰富 这样子的来经历 天父的爱 愿上帝赐福你 欢迎继续收听 现代人的希望 今天在节目当中 听了蔡牧师 个人的生命故事 听众朋友 您心里 是不是有一些感受呢 非常欢迎您 跟家美 一起来分享 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 都非常的精彩 家美 也很喜欢 听每一个人 不同的故事 每个人 生命当中的历练 都可以成为 我们生命的借境 和助力 让我们也可以 藉由别人的成长 我们也跟着 一同成长 不晓得 您听了别人的生命故事 是不是会觉得 有一些羡慕呢 是不是也很希望 能够得到 她生命当中 美好的福分 和礼物呢 家美有时候 会这么想 哇 好羡慕她 能够有什么什么什么 今天 您在节目当中 听了蔡牧师的分享 您觉得 她生命当中的宝贝 是什么呢 您发现了吗 蔡牧师 生命当中的宝贝 就是神 神给了蔡牧师 生命当中 一切的恩典 神改变了蔡牧师 原有的生命 神也在蔡牧师的 生命当中 定定了一个奇妙的计划 神深爱着蔡牧师 亲爱的朋友 你羡慕吗 你是不是也希望 能够得着 蔡牧师所拥有 生命当中的福气呢 亲爱的朋友 上帝也深爱着你 上帝 他创造了你 他在你生命当中 同样也有着 奇妙的计划 是跟蔡牧师不同 是跟家美 我不同的 那奇妙的计划 是需要你认识上帝 你才能够明白的 有些人的生命 可怜无趣 怎么说呢 旁人叫他读书 他就读书 旁人叫他结婚 他就结婚 旁人叫他生小孩 他就生小孩 旁人叫他赚钱 他就赚钱 旁人叫他买车子 他就买车子 旁人叫他买房子 他就买房子 但是他不晓得 为什么他要做 这些事情 只是为了满足 别人的愿望和需要吗 亲爱的朋友 您知道您生命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相信不只是 只有读书 赚钱 结婚 生子而已 还有更美的计划 在等着你 你愿意认识 这位爱你的神 这位卓越有智慧 生命的导演吗 那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他要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 在你的生命中 有许多的惊奇 是等着你去发现的 如果你愿意 欢迎您来信 跟家美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